古堡黑皂液 就是这么大瓶 我今天也有用它 怎么那么巧 真的超级共识的 我今天拿它 不是来拖地 我今天是拿它来洗衣服 洗衣服 对我今天拿它来洗衣服 因为我今天想要洗 一系列的 全部都是白色的毯子 然后我想要试试看 因为黑皂液 大家都一直说它非常厉害 我知道它很厉害 因为我有把它拿来清洁我的地板 然后甚至是我不稀释 我直接来擦那一些 比较成绵的污垢 就是挤在那种桌子边边 凤凤嚼嚼嚼的那种 它通通都可以清得掉 然后它一点点 你知道我是跟别人分装的 我跟别人分装 大概是这样子的量而已 我到现在都还没用完 所以它真的真的非常的超级 它可以用在很多个地方 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拖地啦 还有人会把它稀释 拿来洗碗 然后像我是把它拿来洗衣服 然后它整个出来的那个效果 非常的满意 对 那这个呢 为什么它这么厉害 古宝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这个黑皂液 当然里面有一个成分 就是我们古宝的最 最最终最终的就是 我们的 无患子的清洁 那黑皂的清洁的强效 是大家都晓得的 然后它这些上面通通都有写 如果你是要清洁表面脏污 你不需要稀释就可以直接刷了 像我自己呢 在清洁那些比较脏的东西 有时候你桌子的桌面 不小心被小朋友 可能用奇异笔啦 或者什么东西不小心画到 或者是你自己的 彩妆的东西 不小心灰一点 有没有 不用稀释 你直接用牙刷 然后沾一点点 这样刷刷刷刷 很快就掉了 不骗大家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要清洁 像我今天呢 清洁的那些仿织品啊 衣服啊 你就可以用石蒙 倒入一公升的水 来做稀释使用 你看石蒙 然后一公升的水 其实这个石蒙真的很少耶 所以其实这一瓶 真的你用在各个地方 都可以使用 也可以稀释把它倒在排水孔里面 因为肥皂的好处 还有肥皂的清洁 都是无庸置疑的 那黑皂又是更顶级了 所以呢 纯粹的黑皂的这个东西呢 不管你是稀释 还是单使用它 它的清洁力 跟它的舒适性 都非常非常好 重点是 如果你家中有毛小孩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自己家中 也是有养毛 然后这个的天然呢 是连猫咪都可以接受 然后不会排斥 也不会不舒服的 这也是我自己个人 很喜欢古宝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呢 古宝无患子的 意大利的 这个黑皂宝 黑皂液 推荐给大家